中国大陆这几年发展非常迅速 一栋一栋高楼不断出现 不过也出现了很多像是空气污染 还有水污染等等问题 中国艺术家陆亮 他就创作了一系列大陆街景的模样 他细细地描绘出地上的垃圾 树上的尘土 他小时候最喜欢的电影院 也因为都市发展而被迫拆除了 他说中国的变化非常快 所以很多值得记忆的地方 最后都会成为一堆废墟 连缅怀的场所都没有 所以他要用绘画 把这些地方记录下来 幽暗的泥土路 旁边的柳树沾满了灰尘 避震的画风反映出北京的城郊 这是艺术家陆亮的作品 他说在这座城市 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 像是空气以及水的污染 希望用画作让观众了解这里 真正的生活环境 我画的柳树 它里头有一种 它的叶子上都是土 都是灰土土的 然后叶子的形态都是拧巴的 有点焦虑的 就有点像 我们在北京生活的那种心情 艺术家陆亮来台首次举办个展 在他的作品中 几乎看不到任何一个人影 他说不希望因为人的表情 以及肢体动作 影响观众对画的想法 一片灰蒙蒙的电影院 这是陆亮学生时代最常来的地方 但却因为都更而被迫拆除 他画出记忆中的场景 也画出城市变迁下的牺牲品 而一大片的纯白广告看板 其实背后是一大片的贫民窟 凸显出大陆看似富足的环境 背后却藏有许多心酸 每幅作品都是城市的缩影 也暗藏了不能说的秘密 北京因为建设发展非常快 从中国变化非常快 所以任何一个你觉得值得留恋的 好像有记忆的地方 到最后都会成为一堆砖 就是一堆废墟 最后你没有可以免怀的一个场所 陆亮早期的作品中 更可以看到大量的预言故事 像是牵着骨头的农人 马的骸骨代表残存的农业精神 而底下的碎砖则隐喻了现实的压迫 从他的作品中 看见快速发展的中国 被牺牲的无声人民